各位好,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文台的天氣節目 我是賴宏俊 香港今天的天氣繼續很好天 圍果網出去基本上都是藍天為主 而在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受到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華南地區今天都是普遍晴朗的 雲量非常之少,就算有也很薄 而在陽光充沛的情況之下 香港今天的最高氣溫都上到大概25度 而接下來幾天香港的天氣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預報圖 預料乾燥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未來一兩天持續影響華南 為華南地區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在雲量不多的情況之下 加上天氣仍然是乾燥 所以日夜溫差都會比較大 而去到下個星期初 這一股季後風就會緩和 到期時廣東地區日間會是溫暖的 而香港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 早晚部分時間多云 市區的最低氣溫大概在19度 新界會再低2、3度 明天日間是非常乾燥 要注意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是仍然生效的 而最高氣溫會是上到25度左右 是會催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我們指望周末期間的天氣都不錯的 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而去到下個星期初 日間會是溫暖 最高氣溫都可以上到26度左右 這一節的天氣節目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